熟悉旋律回荡在英國倫敦聖潘克拉斯車站 旅客驟足為觀 傳遞台灣民族認同的歌謠望春風 英國鋼琴家卡瓦娜聽了也陶醉其中 前幾天她在街頭演奏時 遇到這名來自台灣的女孩子維多利亞 不忘酸先前主張肖像權 而禁止他人拍攝的中國小粉紅 維多利亞拍完合照大秀鋼琴才藝 演奏過程中 網友聊天室刷一排台灣No.1 直呼感動 更認為台灣人大方許多 後來維多利亞也解釋這首民謠的背景 前一天卡瓦娜演奏到一半 突然拉開一幅台灣國旗 回進鬧場的中國小粉紅還曾秀出小熊維尼玩偶怒嗆中共 如今更遇到台灣粉絲雙方用音樂交流 這次體現台灣的民主自由價值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